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近日 多国首脑抵达北京 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这场受到全球瞩目重要活动 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平台 更成为了一个绚丽的时尚盛宴 柬埔寨首相夫人金色裙装惊艳亮相 在她身上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当天 金色裙装给柬埔寨首相夫人增添了无数亮点 这件华美而别致的礼服 由高贵华丽的面料制成 完美勾勒出她苗条纤细 优雅端庄的身姿 以及再次凸显出 她在时尚领域里与众不同 偏爱大胆风格和豪华设计 紧接着登场亮相第二位 引起热议的是埃塞俄比亚总理夫人 她穿着一细蓝白配色裙装 在视觉上极具震撼力 并彰显出非凡气质与自信 这款精心设计的服饰 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巧妙结合 展现了她对于时尚的独特理解 而塞尔维亚第一夫人也不甘示弱 她以明星范儿出席活动 穿着一席别具风格的礼服 这款由蕾丝和流苏装饰的裙子 完美地勾勒出她身材曲线 并增添了几分浪漫氛围 第一夫人散发出迷人的个性光芒 让无数目光聚焦在她身上 此次峰会成为各国首脑夫人们 展示时尚品味与自信魅力的重要舞台 他们所穿戴的服饰设计精致 考究 显示出了各自国家独有的文化元素 和传统艺术之美 除了造型亮眼外 这些第一夫人还通过衣着 彰显友好与合作意愿 每位女士都以高度自觉 和大公无私态度参加活动 在视觉上向全球宣示着 友谊、平等和共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场盛宴中 没有任何竞争之感 相反却是彼此欣赏 借鉴与学习 每一位第一夫人 都尽力将自己国家的文化 与时尚元素融入到服饰中 使其更具特色 通过这场闪耀的时尚盛宴 不仅看到了各国首脑夫人们的 迷人风采 也感受到了 他们对于友谊与合作的热忱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向全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 无论地域、种族 还是文化背景如何 我们都能在平等和互利合作下 共同前行 一带一路 峰会成为了一个 展示多元文化交流 和时尚魅力的舞台 在这里 每个参与者 都能释放出内心真正的光芒 并以此促进各国间更紧密 而持久的连接 随着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行 各国领导人 纷纷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肯尼亚总统威廉 鲁托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和智利总统等重要贵宾 相继抵达 他们受到热情款待 同时也感受到了 中国小姐姐们散发出的浓厚传统气息 当这些国际贵宾抵达机场时 他们被迎接的 不仅仅是政府代表和工作人员 更有身穿传统风格裙子的中国年轻姑娘们 他们优雅而典雅地向来访者 致以诚挚问候 并用温暖微笑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在机场还是会议期间 在这个盛大而重要的活动中 都能看到中国礼仪姑娘们 积极参与并起到引导角色 他们不仅拥有良好外语水平和专业素养 在对外交流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元素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抵达北京时 引发了广泛关注 智利总统访华 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这是首位访问中国的智利总统 而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 以其庄重和穆斯林传统服饰 吸引着众人目光 然而 不仅领导人们展现了个性和风格 在迎接国际贵宾的过程中 年轻漂亮且多才多艺的翻译小姐姐们 也成为焦点 这次高峰论坛 对于推动各国之间经济 政治和文化交流 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领导人们纷纷表达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 并致力于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中国负责接待的姑娘们 则以她们的热情、专业和传统魅力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盛会 也是中外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各国领导人通过此次论坛 深入了解中国 并感受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 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弘扬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建、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的平台 不仅成为规模宏大的国际盛会 其晚宴更是一场味觉的盛念 通过这场精心准备的晚宴 中国展示了深厚的文化传承 强大的经济实力 以及对国际合作的坚定决心 晚宴的开胃冷盘 作为一道精心准备的佳肴 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冷盘汇集了各种精致的美食 如鱼生、鸭舌、鸽蛋和猪蹄皮等 这些菜品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多样性 它们来源于不同的地区和民族 代表了中国的多元文化 这道冷盘就像中国经济一样 复杂而有序 充满了活力和包容性 从沙葱牛肉到北京烤鸭 晚宴菜单上的一系列传统菜肴 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葱牛肉的鲜嫩与沙葱的爽口相互映衬 展示了中国烹饪技艺的精湛与食材搭配的巧妙 北京烤鸭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瑰宝之一 以其酥脆的皮和鲜嫩的肉质而广受好评 这些传统佳肴让人们领略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 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的文化底蕴 晚宴的创新佳肴区则展示了中国餐饮业对创新和高品质的追求 冰花锅贴作为一道令人赞叹的创新之作 以其独特的烹饪工艺和美味的馅料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蟹黄烧麦则是一道高档的传统美食 代表了中国对高品质食材的热爱 这些创新佳肴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 更传递了中国餐饮业对创新和高品质的坚持和追求 甜品和酒类作为晚宴的压轴好戏 凸显了中国对嘉宾的关怀和友好 以及国际友好合作的重视和回报 各式甜品如象形琵琶 红酒和白酒等 展示了中国对国际开放合作的热切期盼 甜品代表了甜蜜和美好 正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样 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红酒代表了国际化和开放的心态 它是世界各国的美酒 象征着国际交流和合作的胸怀 白酒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和魅力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晚宴 作为一场国际盛会 不仅让人们品味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精湛的烹饪技艺 更传递了中国对国际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热切期盼 通过这场晚宴 各国嘉宾共同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写手弘扬思路精神的坚定信念 共同谱写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好篇章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和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们意义重大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